我要讲解C6病人独自从轮椅转回到床上 但在转位前要先让床椅同高 然后两个加30度 因为C6病人窗控制不好 所以我们全程都要arm紧靠在椅背 或是wrist extensor 卡住arm rest以免前行跌倒 再来C6病人的elbow flexor wrist extensor是有力的 可是elbow extensor没力 所以我们主要用elbow flexor来进行转位 好在转位前要先把轮椅固定住 所以我先用左手wrist extensor加上身体有左向右转的动量 把我的右手放到arm rest上 再用右手wrist extensor把右边的刹车刹住 再用左边wrist extensor和身体左倾甩回的动量 把我的右手带回来 那另外一边也是用右手wrist extensor加上身体有右向左转的动量 把我的左手带到arm rest上 再用右手wrist extensor把刹车扣住 将右手wrist extensor和身体右倾甩回的动量 把我的左手带回 再用左手wrist extensor和右手wrist extensor 再用右手wrist extensor 再用右手wrist extensor 再用右手wrist extensor 住固定自己 加Head Heal Relationship 我屁股要厚油 頭要用厚往前刷 這樣子我屁股就厚油 那我把右手帶回來 所以我用左手Re-Extensor 分成兩段式 先把右手帶到把手上 再用左手Re-Extensor 跟身體所輕甩回的動量 把我的右手帶回 再來我要把腳從部位上扳下了 對側手扳對側腳 我要先扳左腳的話要扳右手 所以我左手的Re-Extensor 要卡住Armbrace 不定住自己 以免在扳的期間跌倒 再用右手Re-Extensor 加上頭在身體向後的動量 來扳我的腳 因為頭在身體向後 幅度大 動量大 這樣更以利於我把腳扳下 再用右手Re-Extensor 把部位收起來 那另外一邊也是 翻右腳要用左手 那右手的Re-Extensor 我把手要卡住Armbrace 固定住自己 以免前傾跌倒 所以 我用左手Re-Extensor 和頭在身體向後的動量 來把右腳翻一下 再用左手Re-Extensor 把部位收起來 左手Head 再來我把腳翻成90度 好讓我Wayberry 再來我要進行轉位了 因為我的屁股在後面 輪椅的輪椅在後面 所以我要屁股往前移 那我用Hancy Relationship 屁股要前移的話 都要由前往後甩 那因為C6病人穿控制我不好 所以我的胺壓只套在輪椅上 固定以免自己前進點檔 再我可以把腳搬成90度 好讓我位Berry 那因為右邊的Umbrest 也擋住了我轉位的空間 所以我左手的Re-Extensor 卡住左邊Umbrest 那右手Re-Extensor 把右邊Umbrest搬下 再來為了填補床與影之間的空間 所以我使用轉位板來進行轉位 那我一樣左手Re-Extensor卡 做Umbrest 固定自己一面前進檔 右手Re-Extensor 轉位板的遠端 把它放到床上 那因為C6病人的Umbrest 那因為C6病人的Umbrest 我會用來的動練 加上肩膀前期 此時我的肩膀呈現 Extensor Rotation Extension Elbow呈現Extension Full-On Supenation Rigz Extension 然後Finger Passive Flexion 然後Finger Passive Flexion 因為Finger Passive Flexion的話 可以讓我在轉位過程中 Tender不會過度拉長的受傷 那另外一邊也是 身體由右向左轉的動量 把我左手放在肩膀前輕 那此時也會呈現修的Extensor Rotation Extension Rigz Extension Rigz Extension Full-On Supenation 和Finger Passive Flexion 那我要進行轉位了 我屁股腰往右 所以我頭腰流右的上往左下 然後在移動過程中 我們的手可以隨著移動的位置 放到適當的位置 再來把腳翻成90度 好,那我Watberry 那因為我要把腳放在床上 要讓腳和床之間夾腳變小 以令我抬上 那我先把腳變成90度厚 屁股要往左移 那我用Hexty Relationship 屁股左移的話 頭要從左上往右下手 那另外一隻手也要Elbow Lock住 再來要搬腳了 靠近床的腳要先搬 那一樣對側手搬對側腳 我要搬右腳要用左手 所以右手要先Elbow Lock住 那左手用Bread Extensor 和頭對身體向後動量 把我的右腳搬上出來 那因為C6病人的腳 那因為C6病人的腳 會呈現Neas Light Flexion 和Hip ABD 那我可以把它調整 另外一邊也是 左腳用右手斑 那我左手就要Elbow Lock住 那可以先把左腳靠近床圓 然後再用右手Ring Extensor 加上頭對身體向後動量 把我的左腳搬上 那搬上之後也會呈現Neas Flexion Hip ABD 那我可以把它調整 那因為我屁股太靠近床圓了 我要往內坐 所以我用Hip ABD Relation 所以屁股右移的話 頭要從右上往左下 那一樣呢 這時候要Elbow Lock住 再往前輕 再來把腳 搬到中間 好 Elbow Lock固定住自己 避免跌倒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先把這個放在一起 然後把這個放在一起 好 然後把這個放在一起 好 這次可以把這個放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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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解散一下 看一下 有些水 很容易 有些水 放在一道 被冰,很難倒 在一道冷血 被冰冷 打倒 直接把水 放在一道 放入冰箱 好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要讲解C7病人独自从门移转回到床上 因为C7病人的elbo flexor, elbow extensor和 wrist extensor是有力的 所以主要我们用elbo flexor和 extensor来进行转位 那因为C7病人的窗口错不好 所以全程我们的arm都要集贴在腕背上 或是brist extensor卡住arm wrist固定以免前进行跌倒 那在进行转位前要先让床椅头高 2个加30度 那就开始进行转位了 但进行转位第一步要先把刹车刹住 所以我用左手rextensor加上身体由左向右转动量 把我的右手甩到右边arm wrist上 这样右手rextensor把刹车固定住 这样左手rextensor和身体左轻转回动量 再来我要把脚从腹部上扳下 所以我用heftyrelation去 把我右手rextensor和身体由右轻转回动量 把我左手带回 再来我要把脚从腹部上扳下 那首先屁股要往后坐 所以我用heftyrelation去 可是以后要把脚从腹部上扳下 因为C7病人穿控制不好 那我可以用右手elbow flexor 来卡在arm wrist上固定自己 以免前行跌倒 那我就用左手rextensor 加上身体由左向转的动量 把我右手带到arm wrist上 右手elbow flexor用力 卡住自己 那左手的arm可以靠在椅背上 辅助固定自己 那我屁股腰后移的话 用heftyrelation去 屁股后移头要由后往前甩 这样子我屁股就有后移了 然后把右手带回 分两段式 需要用左手rextensor 把我的右手甩到把手上 在身体左倾转回动量 加上左手rextensor 把我右手带回 再来我要搬脚 对侧手搬对侧脚 我要搬左脚要用右手 那左手的rextensor 要卡在arm wrist固定自己 以免前轻跌倒 那我用右手rextensor 加上头在身体向后的动量 把我脚搬下 因为头在身体幅度大 因为头在身体幅度大 动量大 更以利于我 把脚搬下 到右手rextensor 把左边的不退收起 另外一边也是 对侧手搬对侧脚 对侧手搬对侧脚 右手搬左脚 那现在变成 左手搬右脚 那我右手的rextensor 就卡在右边的arm wrist 左手rextensor 加上头在身体向后的动量 把我的右脚搬下 左手rextensor 把右边的不退收起 好 那此时我可以把脚搬成90度 好 让我位barrie 再来 我要进行转位 可惜我屁股在后 轮椅的轮值也在后面 所以我屁股要前期 那我就on 几天 接着一背 然后又hattie relation去 我屁股要前倾的话 不要有钱 往后爽 这样我屁股就可以前倾了 那再来 我可以先把脚搬成90度 好 让我位barrie 然后因为右边的arm wrist 也挡住了我转位突击 所以我的左手rextensor 爬住左边arm wrist 以免前倾跌倒 然后右手rextensor 把我右边的arm wrist 翻下 好 那再来我要进行转位了 因为C7病人的elbow extensor 是有力的 所以 我就由身体 左上右甩的动量 把我的手放在床圆上 那途中 哪个都是要呈现passive flexion的 然后甩的过程 要让我屁股有位置 可以转移到床上 所以我要手 要往前 然后留一段距离 给我屁股转位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身体由右向左甩 把我的左手 卡在椅子上 然后两手rextensor 用力 那此时E 放在床圆的手为支点 然后我头要前移到4arm的位置 那这样子我的重心前移屁股就会想起来进行转位 那这个时候如果病人的elbow extensor用力 可是shoulder flexor没有力气的话 就会这样子前倾跌倒 所以PT要训练病人的anterior 那我要进行转位了 我屁股要往右移 头要右上往左下甩 然后在甩 就是转位的同时 我的手可以随着移动的方向而放到适当的位置 再来把脚搬成90度 好让我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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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先让脚和床之间夹夹变小 好让我扳上来 那我就 右手 先extensor用力住 然后我屁股要左移 腰股要hitting relationship 屁股左移的话 头有左上往右下甩 这样子我脚就靠近床了 那一样靠近床的脚先搬 对侧手搬对侧脚 我要搬右脚要用左手 所以我用左手re extensor 加上头身体向后的动量 把我的脚搬到床上 那因为C7病人的脚 会呈现nees light flexion heap abd 所以我可以把它调整 那现在因为我屁股太靠近床了 那我可以把屁股往床里面移 那我一样用heap hip relationship 那我左手也先extensor用力 然后屁股要右眼的话 头右上往左下 他这样有屁股往内移的 然后右手搬左脚 我可以先让左脚汗床这些角度变小 再右手的re extensor 加上头在身体向后的动量 把我的左脚搬上 那左脚一样会呈现nees light flexion heap abd 那我可以把它调整 然后 右手elbow extensor用力 把我再来 因为我坐在太靠近床边 我屁股要往中间 那我就heap hip relationship去 屁股右移 头腰从右上往左下甩 再把我的脚 翻到中间 re extensor用力固定住自己 这样就完成了 好 好 1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放入冰箱 谢谢大家